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十年来跑过不少地方 无论是海滨长廊还是山径 总之有路的地方就是他的跑道 其实我都怕闷的 除了跑楼下青山公路那里都很多人跑 也都会跑很多不同的地方 例如跑一下沙田的单车径附近 或者跑一下大鱼山 或者跑一下不同的山径 也都可以令到自己的脚感受一下不同的距离 或者不同的高度 对自己的训练都有一个帮助 Clayton虽然经验丰富 但在几个月前都曾经牢猫消息 当时我跑港道一些山径 可能当日就比较热 或者比较晒 跑了二十多公里 人比较累 听那些跑山友说 通常人比较累 就会很容易卡住石 我一冲下山的时候 就卡住石 就整个人飞起了跌落地 就弄傷了一只手指 受伤之后 他看过铁打 照X光做物理治疗 弄傷的手指已经差不多康复 但医疗费用用了三千多元 一元都claim不到 一般人运动强身健体 一旦意外受伤 医疗费用都不便宜 市场上的运动保险产品 又可以为投保人带来什么保障呢 今天我们就请来蓝十字保险执行董事 孕智德 Patrick 和我们谈谈 Patrick 你好 你好 我们看到市面上 其实都有不少运动保险的相关产品 其实投保人在选择的时候 要考虑什么因素呢 投保人选择运动保险的时候 其实各方面应该要考虑 例如他有没有包括运动的意外医疗保险 这一部分 正如刚才的故事 他受伤 他虽然有买住院保险 但却不能保障 而当他选择运动保险的时候 要看有没有意外的医疗赔偿 以及可以接受什么治疗得到赔偿 例如有没有包含针构 会不会包含物理治疗 会不会包含门疹 这也是一个投保人要注意的地方 另外 因为一些业余的爱好者 他也是久不久才去做运动 最好希望可以在运动保险中多些弹性 再包含 做运动的时候 走山可能没有什么器材 但也会有的 就是说那个计划 会不会提供一些运动器材 如果损位的时候可以赔偿 刚才的故事就是 他自己是摸摊 受伤 但假如不幸运动时 引起其他人受伤 个人责任保险 其实都要留意 以上四点都是 我认为选择运动保险时要注意 例如我们举一些例子 譬如你知道现在渣打马拉松 其实很多人在香港参加 如果是参加这些比赛的时候 买运动保险 我可不可以只买一天 或者我可以怎样去投保会 会是精明一点点 可以的 其实当要选择运动保险的时候 有没有一个弹性 如果参加马拉松的活动 其实应该适合一些短期的保险 也可能有些 例如行山行几天都有 例如艺行者 可能要三天 亦都可以 所以我想运动保险 如果受保期间多些选择 更加适合业园外号运动者 我们就看看 本身有不少人 买开医疗宝或者艺术宝那些 其实都有保以外受伤 在这个情况下 运动保险的作用又是什么呢 还有如果说我两样都买了 万一我在运动期间弄了 又应该怎样claim才是最好的 其实香港很多人买了医疗保险 但大部分医疗保险 都是涵盖住院或者手术 如果只不在运动过程里面 它是咬柴或者中暑 需要一些物理治疗 或者其他方面等等 就在一个住院和手术保险 就未必帮到它了 而另外就是危疾保险 其实危疾保险最主要是一些很严重的疾病 例如心脏病、中风、两个肾衰竭、癌症 所以这个与运动保险的定位相当不同 所以我会觉得如果运动爱好者 或者是运动员等等 应该是考虑运动保险 因为它里面的涵盖范围 就不是刚才说的两种保险会照顾到的 你是不是都会建议 可能玩开运动的人 除了买医疗保险之外 都可能买了运动保险 有时候可能我真的在运动的时候弄成 可以创造到一个quota 给运动保险 这是其中一样 因为其实医疗保险一般都是一年期的 但是运动保险 可以选择一天、三天或者短些年期 可以作为额外的保障 都是一个业余运动爱好者 或者甚至一个运动员 可以额外考虑的保险 今天就多谢Patrick的详细介绍 各位观众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